据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的是行政院最新通过 劳动部研拟的最低工资法草案 内容包括将组成最低工资审议会 定期开会 处罚违反最低工资的事业单位等等 不过劳团还是表示失望 因为草案的内容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公式 或者是计算方法 而且没有纳入GDP跟重要民生物资 物价涨幅等等的指标 所以恐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长期低薪的问题 那么专家就指出了 台湾过去30年来 经济成长率呈现45度角的增长幅度 反观基本工资跟实质所得 却几乎是一滩死水 代表多数劳工处于工作贫穷状态 也没有办法累积财富 买房子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即将进入研究所报考旺季 有人力银行搜集2018到2022年 共4.8万名硕士生的第一份正职工作数据 发现资通讯商管工程三大学群 前五大高薪职务以数位IC设计工程师夺冠 月薪中位数来到73500 另外半导体工程师硬体韧体设计 演算法开发工程师都属于高薪一族 对因为刚好企业就是缺人 那工需的原则之下 他们企业比较愿意花这个高的薪水 然后去挖掘这些比较好的人才 你说值班毕业 如果到一些比较顶级的IC设计公司的话 可能薪水会来到10万15万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薪水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学历度曾经薪水加个零 科技业高薪白领人人称献 但当不了工程师的市井小民 普遍低收入长工时 让一个台湾呈现两个世界 一边洗手一边默念口诀 手心手背手指缝指甲缝 根据规定都得彻底清洁 待业在家准备考保姆证照的张小姐 每天花不少时间心力练习数科项目 考试的时候这都算在时间 小朋友吃的副食品必须好吞咽 苹果削皮去核 切丁大小得控制在0.5公分 张小姐从研究所毕业后 第一份工作薪资只有两万五 几年后跳槽其他产业也仅仅三万出头 现在考保姆证照想应征托育人员 但业界平均薪资仍停留在三万多 很难支应生活所需 可能比如说会有一些人生的规划 比如说会希望可以购物买房 然后可能也以前没有保险的概念 后来也买保险之类的 可能出社会比较多年以后 然后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薪资 好像一直都没有提高 对 然后就觉得开销好像会变多 单身贵族还能一人保全家保 但有了小孩后 尿布奶粉就学娱乐 统统都是开销 目前张小姐一家三口 就挤在这处十一平大 月租金一万二的套房里 尽量省吃俭用且站且走 每个月都会想要买一两件新衣服 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想要买一些 保养品或者是化妆品 然后现在我就是全部几乎 除非是用完了 我才会去买 每个月就是几乎我不会花 所谓的娱乐消费 就没有很少 对 然后可能就是主要的花费 就是在买小朋友的东西上 在职场常年打拼 薪资不动如山的穷忙族比比皆是 加上通膨和高房租侵蚀所得 导致国人每月失职 经常性薪资不进反退 去年下探41357元 连两年负成长 更创下十年来最大降幅 家庭收支调查显示 拥有大学学历者 每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数 已由1995年的633517元 降到去年的536696元 另外劳动部统计 高达24.9%的大学毕业生 第一份薪水直领基本工资 想买房成家谈何容易 地上保暖衣物和饭菜 关怀被社会漠视的无家者 扶贫组织人生百味 看到都市隐性贫穷的社会现象 或你因为身心障碍或年年老 而没有办法从事所谓的全职工作 你就会往像是去走 在街上卖口上的玉兰花 或在街上卖彩券 或检视回收为主的工作 所以我们观察到 其实这个这样的族群 他们其实是都市贫穷的一环 台湾经济数据看似亮眼 然而薪资扛不起物价和居住成本 工作与生活的压力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TV别新闻 严润神戴元丽台北报导 音乐跟大家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在英语世界出现了一首名歌 游民不见经传的艺人作曲主唱 一夜走红 而另外在今年的八月初 一首罗沙海誓 也在华语世界爆红 播放四数据称超过八十亿次 而这两首歌的共同特质 就是冷嘲热讽当前的社会现象 引发许多共鸣 浓浓的中国唱腔 听两遍就上口的旋律 搭上AI生成动画 这是现在中国大陆 甚至在全世界 引爆风潮的神曲 短短11天 在全球播放次数超过八十亿 歌曲点阅创下多项记录 而这首歌曲的题材 出自浦松林聊宅致意当中的 罗刹海誓片段 在中国往西 有个地方叫做罗刹国 而中原有个叫马基的年轻人 去了罗刹国经商 发现罗刹国人 长得都是奇形怪状 以丑为美 以美为丑 呈现颠倒过来的世界 长相越不像人的 越是能够占据高位 反而是长得越像人 越正常的 越是活在社会的底层 尽管对于这个地方 运行规则感到不解 但是身在其中 也只有融入才能够安身礼命 是单纯歌词还是借骨奉金 一首歌引爆舆论轰动 更带动了浦松林 山东老家满满的排队观光人潮 就是因为句句暧昧的歌词 引起各方各自解读 这些的歌词 其实都在在的去刻画 并且揭露且批判了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小老百姓最重视的事情 就是不公平跟不正义 所以才会传唱了许多 一般的老百姓 只要能够对于这个歌曲 有更多的共情 有更多的体悟的时候 他传唱的广度自然是会越来越大的 那再加上其实网络世代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叫做 其实任何一部作品 也都是作者跟读者 以及乐听大众 共同协作出来 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有人说是暗奉中国政治 有人说是讽刺国际局势 网络甚至出现不少专门分析的影片 而同一时间 在英语世界 也有默默无名的冷门歌手 发表这首歌之后 一夜走红 专家分析 就是因为这首歌 充分反映底层民众的心声 包括了低薪问题 贫穷的状况 通膨压力 税务问题 还有无形控制 美国和欧洲都面临一个 共同的经济上的一个大的 难以解决 而且是对社会有重大冲击的 一个经济 状况就是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而且涨得是非常的快 今天美国跟欧洲在经济上 有一些数字看起来是不错 可是问题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感觉是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难过 从古到今 从中方到西方 歌曲除了单纯是歌曲 也可以是在凸显灵异 反观台湾 需要面对的课题也不少 在这个整体社会相对剥夺 刚才说 我相信最重大的议题还是房价 那基本上呢 在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会希望看到新鲜人 起码比基本工资高个五千块左右 毕竟是他们是具有技术能力的 一首歌曲延伸 各自解读 靠着音乐的力量 也能共鸣出更多意识 还记得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 宣布的居住正义三居建吗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八年内 盖成20万户的社会住宅 但截至今日数量还没有达标 目前全台设宅持续的加速赶工 专家也提醒相关的品质跟规划 也得要顾好 把时间线摊出来全台设宅的进程一目了然 从年份政策数量甚至问题 通通爬梳整理 这里是国家驻都中心 特别举办的设宅展 在推动的过程中 有些民众会不了解 会以为是过去的国宅 那住户是没有管理的 然后会有一些 比较不可控的人来到社区 那其实现在的设宅管理 跟就是相关的软体 其实是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上面的 各方面着手让民众更清楚设宅的运作 尤其以目前来说 不管是申请方法还是管理系统 地方与中央不同调 或是地方与地方不同调 都让延伸问题不停报 进一步促使国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中心 在今年三月正式成立社会住宅 营运管理联系大平台 逐步建立全台一致化的管理制度 以及方法 第一个比较混乱 第二个是大家增加很多的行政成本 申请部分后面有一个所谓的 沦厚制这件事情 那可能每个县市它可能到年底 就沦厚名单结束 那有些县市是明年继续流用 可是它会打电话砍缝 那有些时候是沦厚到你了 你可能不一定有需要的 所以这个每个县市的操作手法都不一样 大家准备在制度面去做一些 更具体的建立 让大家有所依循 才不会造成各县市的错乱 毕竟一转眼 蔡政府已经迈入了施政委身 社会住宅也在这两年加速布局 根据内政部官方说法 目前社宅已经达到了8万5千户 明年底就可以达到12万户 再加上了包租贷管达到了8万户 将数字相加起来 就能达成了8年20万户的政策目标 不过进一步细看 目前实际完工的仅有约2万5千户 而正在新建中的有3万3千多户 其余的都还在带开工或是规划中 如果你问老百姓他感受到的 老百姓一定问说是盖到好 他可以住的为主 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 我觉得当然到明年是不可能的 在规划中的数字 在4年后都不一定盖得出来 也不要为了就是为了去充数量 在这个规划设计上的部分上 过于的压缩 把未来很多房子的有一些 可能在品质 还有包括设计的想法上 可能会做了个忽略 充数量不是没有原因 除了确保政策不会跳票 跟世界比一比 台湾更是掉车位 日本设宅比例达到了5% 韩国来到了6.3% 新加坡也有8.7% 跟邻近国家没得比 更不用说遥遥领先的欧洲国家 包括了英国丹麦 还有荷兰的30% 而现今台湾是连1%都不到 只不过根据审计部会计报表 在高估租金又低估建筑和管理费用之下 设宅财务状况截至172年 经营亏损将达到3000亿元 届时驻都中心无清还银行借贷能力 最终还是由内政部盖瓜承受 换句话说全民买单 我们12万户的盖出来之后 占我们台湾的整个住宅的总存量 只占1.3% 对不对 这个跟国外比是远远不足嘛 台湾应该建立个共识 就是说社会住宅这个事情是 不分党派不分蓝绿白 所以谁当总统 谁当市长 谁执政都应该持续兴建嘛 随着选战倒数 有关居住正义的社宅议题 也成了攻防政治焦点 在充数量的同时 全面性的长期发展也是必须 昨天新闻张志明成为越台北采访报道 科技执法时代来临 新北市目前有170处设置声音照向科技设备 导入AI辨识系统进行取缔 改装车的噪音24小时都被天眼密切监控着 统计到今年6月已经采罚了8614件 将传统监控设备全面升级 希望能够及时解决民众的噪音困扰 板桥文化路二段车流量大 有时改装契机车经过时 发出的噪音更让人不堪其扰 为了更有效率解决民众困扰 新北市噪音车辆科技执法设备 加入了AI辨识系统 改装车的噪音24小时都被天眼 严密监控 这就是我们这次170处科技执法设备 那其中两处像在文化路二段76号的 这个即时影像搭配了摄影镜镜头 然后可以去做影像的辨识 像这一个小时之间 之前就已经筛选到3000多件 黑色管的话 在这一个小时就有筛选到57件左右 以前车牌辨识系统都要用人工逐一比对 现在只要将资料汇入 AI就能快速辨别出 没有经过噪音审验合格改装排气管的车辆 将传统监控设备全面升级 及时解决民众的噪音困扰 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出 用AI图形辨识的方式 来进行那个未经审验排气管的一个取缔的工作 当那个机车或汽车 它使用了那个不是原厂的 或者是没有经过噪音审验合格的一个排气管 不具有消音功能的一个排气管的时候 路上架设监视器 进行图形的一个截取 到后端的一个资讯系统去做一个电脑的比对 判读它是不是一个违规的状态 那这样子能够大幅度的减少人工的一个使用 以及提高整个判读的一个精确性 新北市目前有170处设置声音照相科技设备 全国最多 统计到今年6月 已经裁罚了8614件 目前AI辨识系统辨识度已达75% 目标提升到90% 目前我们的AI的图形辨识已经是非常的精确 几乎都可以辨识的出来 但是它毕竟是单一图的一个辨识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有误差 我们还是会透过人工的方式 再去做第二关的一个把关 根据道路速线分级规定 车道限速50公里以下的路段 不得超过86分贝 速线50到70公里 不得超过90分贝 环境部从2021年起 推动声音照相科技执法 截至今年8月 全国共有127套设备 开罚件数超过7000件 预计到了2026年 全台会增加到306套 也针对夜间噪音车 首次违规罚6000 再次违规加倍裁罚上限3万元 我们环境部为了要加强 对于这个车辆噪音的管理 我们可以直接处于6000元的罚环 那假如说是有累贩的话 它可以再往上加倍 主要的车辆都是有改装的一个情形 还有不当的操作驾驶 所产生的这些比较高噪音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还是希望中央政府单位 可以从这个排气管的一个改装 或者是车辆的一个引擎改装 去做管制 那以源头管制的方式去有效 减少这个噪音的一个事件发生 从北市取缔噪音车的案件形态来看 以普通白牌改装机车较多 占85% 其次红黄牌机车占10% 轿车及跑车占5% 不当改装或不当操作 确实让驾驶容易产生高噪音 环境部也将针对排气管认证制度 进行检讨 对于这个源头的部分 以后换装排气管需要做这个登录 这些换装的排气管 去做一个认证的制度建立 替换排气管的厂商 它的排气管 它应该是要送到我们的检测单位 确认它的这个排气管 是符合我们的噪音 还有这个空气污染防治的性能的要求 使用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个噪音的问题 环境部预计在年底前完成修法 对汽机车排气管加以检验认证制度 从源头做管制 降低噪音 势在必行 TVBS新闻 徐昏山刘燕轩 新北台北采访报道 您有没有常常觉得眼睛会干涩 而且有异物感呢 事实上可能是泪液分泌出了问题 泪液主要功能在维持眼睛的湿润 只要泪液挥发的太快 就没有办法完整滋润眼睛 会导致角膜破皮 渗透压身高 而造成眼睛发炎的现象 所引起的眼睛不是酸色 甚至是眼睛红疼痛 进而影响视力 这称为干眼症 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 经常3C产品不离生 有许多人使用3C产品 一天使用就超过了8小时以上 再加上长期在冷气空调环境下 容易使眼睛表面泪水蒸发 像这位今年23岁的蔡先生 现在已经出现了干眼症前兆 眼睛的确稍微比较干 然后对水分泌的水 其实不是太好 来帮我再看前面 右边也是一样的状况 有一点轻微的过敏 来往上看 蔡先生在医疗机构担任各管师 每天工作繁忙 上班必须盯着电脑荧幕 甚至是手机查看讯息 尤其睡前也会习惯滑手机 近一个小时左右 直到眼睛疲倦了 才愿意就寝 平常的时候眼睛会发红 然后有时候会痒 那有时候比较严重会有视力 模糊的状况 那后来在颜科就诊后 被诊断是感眼症 如果在感眼症的初期症状 比较轻微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干痒或是色的情形 那比较严重一点 可能会有一点视力模糊 或是眼睛非常的刺痛 那如果有以上的症状 就需要来 就是比较专门的眼科诊所 或是眼科的医院 然后来做比较详细的评估 您床上我们可以发现 那个肝眼症的病患 其实年龄有逐渐的 就是往前挪移到年轻化 那在跟那个3C产品的使用上 也有极大的关系 甚至很多的追剧等等的 都会让你忘记眨眼睛 那会让你肝眼的症状 会更加的深刻 而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 肝眼症在台湾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人认为肝眼症 是老年人的专利 其实许多佩戴隐形眼镜的年轻人 也都有肝眼的症状 肝眼的症状也不像一般人 在老年人身上会觉得只有眼睛肝 在年轻人身上 反而有许多变形的症状 例如眼睛会红 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身上 眼睛会红 另外眼睛容易疲劳 3C主到下午眼睛疲劳 这也是年轻人肝眼症的一个症状 全台湾大概平均有三到四成的人 有肝眼症 然后颈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是年纪比较大 然后可能体质有一些改变的患者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因为3C产品 就是使用越来越频繁 3C使用时间越长 会造成长时间睁眼 眨眼次数变少 可能造成肝眼症加剧 现代人的用眼习惯 其实长时间用眼 造成视觉疲劳 肝眼症的情形也是越来越常见 尤其在年轻族群也是越来越有肝眼症的趋势 对 那这部分的话 就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保健做起 那当然正常的用眼习惯 避免长时间用眼 适度的休息 顺便做点润服都是很重要的 生活习惯要好 生活习惯要好 代表说睡眠要充足 因为眼睛的防腹里面 这个睡眠是最重要的 那所谓的保湿水分呢 是除了眼睛点眼药水保湿 也要适当的饮用水分 让身体让眼睛保湿 防晒 眼睛的保养跟皮肤一样 做好防晒 避免过度的止外线 肝眼症就是眼泪的油水 分泌失衡 导致眼睛红 胃光怕风 视力模糊 甚至神经感觉异常 严重者还会引发角膜溃疡 影响视力 甚至到晚上的时候会眼睛容易流泪水 这也是非常典型初期的肝眼症 因为眼睛过肝 眼睛想要分泌出适当的眼泪来滋润 结果效果不脏 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 台湾的肝眼族群有年轻化 医师提醒 任何人都要维持健康生活形态 睡眠充足 不熬夜 均衡饮食 多施含维他命A C E 蔬菜水果 少吃油炸食物 最重要让眼睛充分适当休息 避免长时间用眼 过度疲劳 也要注意眨眼次数 千万不要自行购买成药 长期典用 必须遵从医嘱 避免让眼睛恶化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